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众论以为逼在张飞 张飞也一心 自诩 结果刘备选拔的却是魏严 刘备荣马一生 还是很能识人才的 他不让张飞守汉中而独任魏严 不排除这其中含有刘备对张飞的不信任与控制 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刘备对张飞的器重 魏严自然也不如使命 他长期镇守汉中 保证了这块兵家必争之地的万无一失 再后来 诸葛亮六书七山 又是魏严向诸葛亮提出了 一道会与同关的战略方针 在这里 我估计不去讨论该策略的正确与否 但魏严的作战经验与战略眼光还是无庸置疑的 综上所述 若论才干 称魏严为名将 绝无半点过分之处 他的作战才能已经胜过了张飞 而且也绝不下于关于 展开全文二 诸葛亮生贤与魏严的关系究竟如何 在这四个问题中 追究诸葛亮与魏严的关系 恐怕是最令人费景的一个了 首先谈谈魏严的官职 据三国智暑书魏严团记载 渐兴元年 封都亭侯 五年 请诸葛亮驻汉中 更以贤为都前部 领丞相司马 梁州纳史 谦为前军师 征熙大将军 贾杰 进封南郑侯等等 可见魏严的官职在蜀国还是很高的 南郑侯 这是蜀汉侯爵中的最高级别 就是献侯 而且也是魏晋侯爵制度中的最高级别 魏严的官位之高 可见一般 魏严受封之时 正是诸葛亮当政时期 倘若诸葛亮有心压制魏严的话 想要阻挡魏严加官进决也非难事 虽说诸葛亮不会根据私人好物 来代替国家用人政策 但由此 也可初步断定 诸葛亮对魏严还是很器重的 下面再来谈谈魏严的一道会与同官之策 魏严在当时的职务中 有一条便是丞相司马 从两汉以来的官制可以知道 司马是专管军事的 魏严身为丞相司马 其实 相当于诸葛亮北伐军的总参谋长 说的粗略一些 就是诸葛亮的军师 参谋提出一条建议 是很正常的事 而身为主 率的诸葛亮 也完全有权利通过 或是否决魏严的建议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 恐怕不可能形成诸葛亮与魏严之间的矛盾 诗书记载魏严魏严为妾 叛恨己才用之不尽 但我认为 那也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 魏严虽然性观高 但却不是阳一那种个性眷暇的人 所以 笔者认为 二人在这一点上的不同观点 不会影响二人的关系 总而言之 我认为 诸葛亮对魏严还是很器重的 魏严跟随诸葛亮行军作战数年 也发挥了自己不少的长处 诸葛亮临终前队彻定的部署方法及原因 前面已经分析到了诸葛亮对魏严的器重 但诸葛亮临终之前 队部下却有过这样一番安排 秋 亮病困 秘语长使杨仪 司马费衣 护军将围等 坐深末之后退军节度 兵言断后 将为辞之 若言或不从命 军事自发 不少人就这一点提到了诸葛亮对魏严的不信任 然而 事实上 我认为 诸葛亮这样做 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先来谈谈 诸葛亮为何要让杨仪在他死后统领三军 其实 杨仪此人也并不像不少网友评论的那样一无是处 他早年投奔刘备的时候 先主与舆论军委计策 政治得失 大跃之 因辟为左江军兵草院 可见此人还是有不少才能的 他和魏严都是优秀的战地指挥官 退军的成功 几乎必须仰来其一 同时 都难以和同僚叫好的合作 不过 杨仪会遵照诸葛亮的调度撤军 而如果一命给魏严 他一定会抗命继续和魏国交战 由于蜀军长期以诸葛亮为核心 在这个时候和魏军决战 某以为战略上是相当愚蠢的行为 所以 诸葛亮明智地选择杨仪指挥这次行动 杨仪确实不如使命 其次再来说说 诸葛亮临终之前的一次战略性的会议 实书记载魏严没有参加 诸葛亮没有让魏严参加的事 又被不少人拿出来 作为诸葛亮不信任魏严的证据 其实不然 魏 严虽然是大将之才 但在一定程度上 却缺乏大局意识 倘若魏严听说 诸葛亮将大任全权托付杨仪 说不定会出于不满门当场翻脸 这正是诸葛亮最不愿意看到的 更何况 魏严的前军正和魏军对质 也不便请他前来 所以 诸葛亮的这次安排 也是出于全局考虑 并不是对魏严的不信任 四 魏严是如何走向败王的 根据史书记载 诸葛亮死后不久 魏严及起兵与杨仪作战 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最后军败身亡 其实 魏严最后的败死 也是有很大的必然性的 前面说过魏严虽然智勇双全 但还是缺乏大局观念 而且性情高傲 经常以示灵人 因为他与杨仪的私仇 他忘记了敌军大军压尽的威胁 更忘记了诸葛亮心 是整个蜀国的悲痛之情 在这种时期发动与杨仪的争斗 就会在无形之中 就已经将自己推上了军心和民心的对立面 也就无疑将自己推上了死路 总而言之 对 魏严这样一个受过蜀国大恩的人 不管出于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都不应该在朱尔城下尸骨为寒石发动兵变 这完全是不治的 不过罗冠中将他描写成造反 还是太过分了些 就以上四点来分析 魏严是一员难得的将才 他智勇双全 可是 却太过于自高自大 盛气凌人 在这一点上 与关羽有些相似 而且 他还有些缺乏大局观念 终止最后死于自家刀下 对于魏严之死 诸葛亮固然没有什么过错 而杨仪也不用负多少责任 魏严之死 是他自身的性格 和他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魏文昌之死 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